你敢相信这破烂不堪的油罐车 是曾经辉煌的霸天虎领袖威震天吗 他拱着背行走 满脸沧桑的伤口 已不见当年霸主气息 但他丝毫不气馁 依然展露出作为领袖的气势 周围的动物都被吓得四处逃窜 虽然在前两次战斗中连续战败 但他丝毫没有放弃 联合众多霸天虎策划了一场阴谋 试图将整个地球变成塞伯坦 而事情还要从一场清除霸天虎残留势力运动开始 人类得到情报 在废弃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发现了霸天虎活跃的能量波动 可就在他们进入里面以后 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能量装置 他们看着这东西也是很猛逼 而就在这时 霸天虎成员力钻魔突然冒了 将那个球体直接抢走了 好在秦天柱恰巧赶来 一个帅气变身 集装箱变成了武器库 他从中选择了利刃和盾牌前去迎战 人类在强大的利钻魔面前 简直毫无还手之力 只见秦天柱一个帅气的空翻 将其砍断后抢走了能量球 对方见秦天柱过于强大 也随即逃跑了 可当他看到这个能量球后 瞬间傻眼了 这居然是汽车人前任领袖 玉天狄飞船中的核心不解 原来在当年大战中 汽车人的上任领袖 玉天狄曾驾驶飞船逃走 并携带着自己研发的上百个能量主 试图将来靠这个扭转战局 不料后来坠落在月球 而这一撞击事件也被地球检测到 于是美苏先后抢夺登陆月球一探究竟 人类在1969年踏上月球 其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惊天秘密 至今只有少数人知道 宇航员在月球背面 竟发现了外星飞船残海 可当他们进入飞船内部 浮现眼前的是一张巨大的金属脸 甚至整艘飞船到处都是机械战甲 殊不知这个人 就是曾经的汽车人领袖玉天狄 秦天柱得之后 决定前往月球将玉天狄带回地球 他们打开逃生舱 找到了处于休眠状态的玉天狄 旁边还有五个能量柱 可让秦天柱比较奇怪的是 当时他出逃携带了上百个能量柱 其他的去哪了呢 只要有这东西 他们就可以重新找到一个星球 将塞伯坦全部传送过去 随后秦天柱将玉天狄和剩余的能量柱带回了地球 他拿出能量举着 插到玉天狄身上 将其复活了过来 刚苏醒过来的玉天狄 还以为处于与霸天狐战斗中 直到看到更多汽车人 玉天狄才算恢复理智 而秦天柱看到前任领袖已经苏醒过来 献出自己的领导模块 让他再次领导汽车人 但玉天狄拒绝了秦天柱的请求 他认为秦天柱现在就是非常合格的领袖 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要找到丢失的能量柱 这些东西具有很强传送能力 可以搭建出世空桥 一旦被霸天狐找到 后果不堪设想 而另一点 威震天控制的一位人类博士 也察觉情况不妙 偷偷将威震天与人类的秘密 交给了我们的男主珊姆 他打开文件一看 里面都是当年关于登月计划的一些事情 威震天得知博士已经泄密后 派出机械鸟前去抓他 将其残忍杀害了 男主见情况不妙 找到了汽车人基地的局长 他解释道 月球背面不只有玉天狄 可能还有霸天虎的阴谋 但具体是什么 需要深入调查 可局长就是不相信 珊姆只好找到曾经的第七区特工西蒙 他一听要调查月球背面 瞬间来了兴趣 随后他们根据线索 找到了当年也曾经登陆月球的苏联宇航员 原来当年在美国登陆月球之前 苏联就已经于1958年 在月球背面安装上了摄像机 并无意中拍下了后来的外星飞船坠毁画面 而根据画面显示 当时月球的确有100多个能量柱 但后来被人神秘盗走了 故意留下五根能量柱 这时珊姆突然意识到 这一定是霸天虎成员将那些能量柱运走了 也就意味着 威震天和玉天敌可能早就结盟了 故意留下五根能量柱吸引擎天柱 以此使其利用自身的能量矩阵复活玉天敌 得知真相的珊姆 连忙过去通知局长和汽车人 可不料这时 霸天虎成员突然在半路拦截住了珊姆 只见大黄蜂升级了新技能 化身跑车边跑边向霸天虎发起攻击 旁边的雷诺甩出两条长钩 在与大黄蜂的佩克萨 轻松解决了一个霸天虎 这操作简直帅呆了 随后另一个霸天虎在公路上四处破坏 直接在前方甩出一辆汽车 大黄蜂随即一个帅气变身 将珊姆差点抛了出去 随后又变了回去 将珊姆安全接住 简直霸气极了 此时铁皮也及时赶了过来 与追来的霸天虎撞在一起 直接将他们撞飞了 而就在这时 玉天敌也不再隐瞒自己要占领地球的目 突然倒戈杀害了铁皮 残忍地将其燃烧致尽 再也无复活可能 大黄蜂眼看不敌对方 只能先行撤退 整个汽车人基地陷入一片混乱 人类也只能落荒而逃 而等情天助赶来 玉天敌已经带着能量柱离开了 他很是自责 都是自己复活玉天敌引起的这一切 随后玉天敌来到了林肯纪念堂面前 利用带来的五个能量柱启动了传送门 藏身月球地面的霸天虎成员踊跃而出 一个个被传送到了地球上 在城市里到处破坏 杀害无辜群众 为了阻止玉天敌的阴谋 擎天助与其展开了激烈厮杀 但他根本不是玉天敌的对手 玉天敌也没有杀害他 而是让他亲眼看着地球是如何变成赛博坦 为了尽快重建赛博坦 玉天敌诱骗人类 自己只是来获取少量地球资源来修复赛博坦 不会伤害人类 但前提是务必让汽车人离开地球 没有原则的人类还真的相信了 纵然汽车人保护了人类这么多次 还是决定将汽车人进行彻底驱逐 或许人类真的不值得被保 汽车人被人类再一次出卖了 他们与霸天虎达成停火交易 将汽车人永远赶出地球 晴天助感谢山姆长久以来对他们的信任与帮助 山姆与大黄蜂做了最后的告别 并鼓励她要对自己有信心 随着火箭的缓缓升空 人类愚蠢地庆祝 可就在这时 红蜘蛛突然向飞船发射树莓导弹 将飞船炸得粉碎 山姆看着这一切瞬间压麻呆住了 汽车人算是彻底消失了 人类再也没有人能够保护了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霸天虎的阴谋 没有了汽车人 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清除人类 甚至还有人类叛徒帮助于天敌 将传送装置运送到了芝加哥 就这么随手一挥 启动了散落地球各地的上百个能量 随着红色传送柱的启动 整个赛博坦星球很快就将传送至此 这速度可比流浪地球快多了 霸天虎成员在城市里大肆破坏 整座城市陷入一片黑暗 手无寸铁的人类在他们面前根本不值一提 就连装备精良的军队也不堪一击 可就在这时 突然有人击中了一架霸天虎战机 山姆回头一看 居然是汽车人擒天柱 紧接着其他汽车人也随即到此 原来汽车人并没有离开地球 他们知道霸天虎不会放过人类 就悄悄躲藏在了一极推进火箭里 根本就没进入船舱 随后山姆和大黄蜂坐上霸天虎的飞船 前去被人类叛徒绑架的女友 而此时的她还在拿着望远镜查看室外情况 意外发现了惊人营营 威震天与玉天敌并不混物 只见山姆小心翼翼地潜入绑架女友的大傻 不料被激光鸟发现了 直接给扔了出去 好在大黄蜂驾驶战机接住了山姆 女友随后挣脱束缚 快速跳到了战机上 却不料那只激光鸟再一次追了上来 山姆使劲按住她的头部 在大黄蜂的佩服下 直接解决了这玩意 很平稳地降落在地面 由于传送装置在高层大楼上 要想阻止这一切 只能联合人类军队从附近高楼进攻 山姆他们联系到了军方 并进行了定位 汽车人也再度即可 可就在擎天柱刚出发没多久 震荡波却突然从地里钻了出来 霸天狐狸战斗力仅次于威震天的高手 莫过于震荡波 而这个从地面钻出来缠绕一圈的 就是他的小处 力钻魔 杀人于无形的战斗力 连擎天柱都不敢直面迎战 暂且躲避了起来 他们调整战术 雷霆拯救队跑到震荡波后面进行攻击 为山姆争取时间 因为他们要跑到大厦高处 找到摧毁能量柱的位置 与此同时 军方也派出散将兵试图从飞机跳落至大楼 可还没刚到战场 就被霸天虎刺处攻击 很多散将兵影恨西北 所幸还是有几名队员来到了目的地附近 而山姆这边也来到了大楼高处 只见老黑架起高跑 正试图朝着远处能量柱射击 不料大楼突然摇晃了起来 原来是霸天虎直接将大楼给拦摇截到了 几人只好从反方向跳了出去 模仿成龙的洞主 在玻璃上向下滑行 眼看就要坠落地面 几人抓住时机打破玻璃 然后再次跳进楼里 不料刚进去就开始向另一边滑行 好在山姆他们及时抓住了绳索 而巨大的动静 也被地面的震荡波发现了 随即将宠物力钻魔呼叫了过来 在地面排山倒海 直接朝着山姆他们所在的建筑钻了过去 整栋楼被这怪物拦腰截断地缠绕住 破坏力可谓是无人能敌 最后整个建筑横着倒在了隔壁楼顶上 幸运的是 沙姆他们没有掉落下去 最后爬到了隔壁建筑上 但立钻魔仍不肯善罢甘休 危急时刻 擎天柱飞了过来 一枚导弹下去 炸断了其尾巴 一个空帆飞到上方连续攻击 最后直接一冲而下 将立钻魔穿透两半 彻底解决了这怪兽 这也激怒了震道路 朝着站在吊塔上的擎天柱发射炮炸 而这一炮将擎天柱炸地从这头跑到另一头 结果又被外头的绳索缠绕住 直接被悬挂在半空中不能动弹 而正在地面逃跑的山姆 又一次被红蜘蛛抓得正着 山姆四处躲藏 危急时刻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秘密武器戴在手上 从中发射出一个钩子 正好命中红蜘蛛的一只眼睛 被激怒的红蜘蛛直接将山姆勾勒上来 但就是打不中他 这战斗力可有些不太合理了 随后他又趁机掏出另一个秘密武器 直接扎向红蜘蛛的另一只眼睛 失去眼睛的他四处摇晃 最后又被一枚炮弹击中脑瓜子 就这样 战无不胜的红蜘蛛 居然被一个毫无战斗力的小男孩解决 与此同时 玉天敌的能量柱也已经全部布置完毕 一个个向空中飞去 为了保护传送装置遭到攻击 他们派出了更强大的霸天虎剑 这艘长相古怪的飞船是霸天虎他们的母舰 无数战机穿梭其中 里面密密麻麻的到处是霸天虎成员 玉天敌将母舰开到了传送装置附近 随着能亮住传送的启动 一道光柱直穿云霄 遥远的赛博坦星球即将覆盖整个地球 危急时刻 小诸葛和转轮悄悄潜入了母舰内部 开始在里面搞破坏 与此同时 秦天柱还被悬挂在半空中没有解读 其他汽车人也被霸天虎包围了起来 这个人类叛徒甚至还劝说霸天虎将这些汽车人杀害 果然最恨的不是外星人 而是同类 只见一个个汽车人被残忍杀害 可爱的大黄蜂就要隐恨西北 山姆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可就在这时 无数飞船突然从天空中掉落地面 大黄蜂也得以趁机反击 原来是小诸葛和转轮在飞船里面搞破坏 让其失去了动物 在城市空中横冲直撞 被俘虏的汽车人也开始反击 刚才被打得不行 现在直接秒杀霸天虎 大黄蜂一个回首 直接解决了这玩意 霸天虎母舰也在此刻坠毁在了地面 与此同时 特种部队也赶了过来支援 他们爬到楼顶 布置好狙击手 几人再从高处向下跳去 只见狙击手射向霸天虎眼镜 地面部队趁机在他们脚步安置炸弹 直接引发 工匠兵在趁机由上而下发射攻击 利用降落伞蒙住他们的眼睛 在相互配合下 在集中火力向震荡波发起猛烈射击 汽车人此时也赶过来 而眼下 御天敌还守护在传送装置前 赛博坦星球已经传送过来了一大半 关键时刻 秦天虎终于挣脱了束缚 与汽车人一同将霸天虎围起来发射攻击 最后再来一拳穿透震荡波的胸膛 拔出他的核心部件 再趁机用他的火枪向装有传送装置的箭柱 发射了一门炮 整个传输也随机停止了工作 其中一个能量柱掉落在地面 御天敌彻底被激怒了 一场大战在所难免 御天敌拔出他那锋利的大刀冲向地面 秦天柱一把大斧 一个光剑 直接向他冲去 结果又被御天敌一脚踹飞 两大王者陷入了一场激烈厮杀 随后他又向霸天虎军团发出命令 只见无数战机向汽车人冲撞而来 关键时刻 军方发射出了树枚战虎导弹 直接命中霸天虎飞船 可就在这时 人类叛徒试图将掉落在地面的能量柱扶持起来 山姆奋力阻止 还是晚了一度 传输装置再次被启动 赛博坦星球继续向地球传送过来 而秦天柱正与玉天敌打的热火朝天 但丝毫不占据上风 一刀子下水 直接砍掉了秦天柱一只胳膊 关键时刻 山姆女友突然想到了 威震天与玉天敌并不合目 看着蜷缩在角落的威震天 不断挑唆他与玉天敌的谋 你看你做了这么多事 结果你还要听他的 一山不容二五 秦天柱死后 你说还有你的地位吗 威震天也彻底被这番言语激怒了 而此时 秦天柱正被玉天敌用大刀狠狠地压在地上 眼看就要一刀砍掉秦天柱 威震天突然从背后袭击了玉天敌 疯狂地向他连续发射攻击 将所有的不满撒向他身上 这操作也是简直了 与此同时 山姆也一棍子将人类叛徒打在了传送装置上 直接被电的影恨西北 随后大黄蜂直接跳了上去 将传送装置扑倒在地 随后 整个传送戛然而止 而被传送过来一半的赛波塔 也因受到冲击力的反噬 变成黑洞吸了回去 而另一边 威震天怒气冲冲地将玉天敌干趴下后 又向秦天柱发起挑衅 为了以防后患 秦天柱一锤子下去 直接砍掉了威震天的脑瓜子 彻底的影恨西北 不再有可能复活了 此时 玉天敌也告诉秦天柱 自己只是想恢复我们的种族 才与威震天联盟 可你为什么这么爱护人类 就不怕将来他们被叛逆 秦天柱二发不说 一炮下去直接干掉了玉天敌 再次帮助人类取得了胜利 至此变形金刚前三部的故事就结束 但战斗还在继续 而人类对汽车人的被判到了第四部 更是上升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果你是秦天柱 会帮助人类吗 关注时说隐蔓 更多科幻电影持续更新